保養觀念有多少呢 常常洗就是髮質會比較差一點 就自然風乾 生薑擦頭皮 是主菜的橄欖油嗎 沒有 是稻草的觸感耶 需要為這些髮質問題一一破解 髮質差是誰的錯 有人說天天洗頭傷髮質 其實只要水溫不過熱 使用合適的護髮品問題不大 髮質差的因素包括紫外線 日常梳髮或染髮劑 當中最大的元凶是用高溫乾髮與造型 會令頭髮開叉折斷失去光澤 不用吹風機 用自然風乾對髮質好嗎 濕的頭髮比乾髮時長大約10% 毛鱗片打開處於容易折斷的狀態 因此洗頭後應該盡快吹乾頭髮 未乾透的頭皮 亦提供一個讓細菌滋生的環境 每次吹髮最好先以低溫強風 把多餘的水分帶走 才以集中的氣流令毛鱗片閉合及整順髮絲 最後用柔和分散的風吹乾頭皮 髮質受損是吹風機的錯 每天使用溫度過高的傳統風筒吹頭髮 的確會對髮質造成損害 新時代的吹風機不再依賴高溫烘乾頭髮 而是以強大的氣流和受控的溫度快速乾髮 上一代的冷熱交替溫控亦已被芯片測量溫度 即為處理器控制溫度的技術取代 創造出不一樣的在家護髮體驗 整髮造型器很傷髮質 造型過程中很容易令秀髮受到傷害 一旦使用超過150度來乾髮或造型 便會造成不可逆轉的傷害 高於230度時頭髮則會融化 所以必須挑選對的整髮造型器 才不需要為美美造型犧牲髮質 DIY 做造型很難 對不少手殘女生而言 DIY 做造型真的不容易 尤其以高溫電棒做捲髮造型 手髮一定要熟練 而燙傷臉蛋成為了日常事 有新一代造型器器用了損害髮質的高溫 而是以氣流力學方便女生輕鬆造型 同時無損秀髮健康 髮絲能保持Q彈光澤亮麗 看了迷絲解除之後 原來除了洗護髮品要注意之外 選擇對的吹風機還有整髮器 也是一門很重要的學問 那想讓頭髮更柔順有光澤 這些招式你學起來了嗎 Beauty Hair實驗室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